在世界上有许多植物对我们人类来说是有很大用途的 除了能吃之外还能用于制药观赏等 除此以外有一些植物是有剧毒的 轻则让人感到身体不适 重则能让人中毒身亡 其中就有这么一种剧毒植物 它的用途居然是能被人们当作首饰来带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吗 这种植物的名字叫做相思籽 通常被叫做相思豆 这种植物在我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而且从外观上来看 相思豆整体呈红色 在一边还有一点黑 可以说是颜值非常高的一种植物 但可不要被这种植物的外表迷惑了 这种植物被人们称作是世界上最毒的植物 相思豆每一棵都非常小 但就是这么小的东西 仅仅需要一棵就可以让人中毒身亡 可讲而知它的毒性有多强 但尽管相思豆的毒性非常强 在时会有人去接触它 并将相思豆制作成首饰 带在身上 这心真的是大的没谁了 估计也只有胆子特别大的人 才敢带在身上吧 而相思豆除了能做成首饰之外呢 本身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因此还会有人将相思豆制作成中药进行使用 不得不说 世界上的植物真的非常奇妙 每种植物都会有着各自的用处 不知道小伙伴们 你们还知道哪些剧毒的植物呢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